第879章,锦衣卫在此。只看一眼,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众人簇拥着的那个,应该就是这次打抱不平的郑主。看到如此年轻,不少人就议论开了。看到没有,就是那个年轻贵公子。 则则,你们是没看见,那陈友同喊着要打断人家的腿,结果反而被他们给打断了腿。这么年轻,难怪会冲动,这是出手容易收手拿,回头看怎么脱身,怕是要赔不少钱了吧。 赔钱?你信不信被陈家打个半死在宋关,然后得了抱病,死在大牢?外地人,就是这下场。 这些人却不知道,陈东海也算是阅人无数,一双眼睛狠毒,只一看那一行人的气势,心中就已经吃了一惊了。 他第一时间,便推翻了自己之前的结论。心中立刻冒出一句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他当即走前几步,大声说道,我乃南巡镇约长,听到消息说,你来我南巡镇横行霸道,打残我南巡镇的百姓,可有此事。 他这话一说出口,围观的那些人,顿时都愣住了,好一番大意凛然,主持正义的言辞。 崇祯皇帝看着他,心中一声冷笑,而后大声喝道,看来你要么是个老糊涂,是非不分,要么是个老奸巨华之徒,颠倒黑白,试图倒打一把。 不管怎么看,都不配当一名约长。 一听这话,围观的人群又是一愣,他们没想到,这位年轻人似乎也是牙尖嘴利,不好对付的人。 一顶帽子戴过去,反手就扣过来两顶承受不起的帽子。 好!密密麻麻地围观人群中,忽然有人变了腔调,大喊了一声。 陈东海原本听了崇祯皇帝的话,就一脸阴沉了,再听到人群中这一声喊,顿时,那脸就有点挂不住了。 他明白,这阴阳怪气的说话人,不是王家的人,就是那些来卖胡思的残农。 他当即有点恼了,厉声喝道,放肆,我南巡镇的事情,岂用你一个外乡人来多管闲事。 南巡镇,有南巡镇的规矩,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乡人来多管闲事。 崇祯皇帝听了,冷笑一声道,欺压相邻,巧取豪夺残农的胡思, 觊觎若是百姓之房产,这就是南巡镇的规矩。 这些事情,已经存在很多年,基本上这边的人都知道。 可畏惧他们的势力,都敢怒不敢言。 如今听到这位年轻人当众揭露出来,都是暗暗成快。 羞得血口喷人! 陈东海一个老头,声音倒是很响。 南巡镇乃是规矩做生意的地方,哪有这样的事情。 崇祯皇帝懒得理他,向边上几个人看了下。 那王伯豁出去了,便把他自己的经历都一五一十地道来,不只是这一次。 不过他还没说完,就被陈东海打断了。 岂能听你一面之词,有什么事。 随老夫回去,由老夫这个约长,以及约正,约石柄公论断。 说完之后,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一挥手道。 来啊,把他们都给老夫请回去。 于是,他带来的三四十个手拿棍棒的年轻汉子,便纷纷拥上去前,也不管对面怎么回话,就准备带人回去了。 这一下,围观的人都知道,约长这是说不过别人,就想来硬了。 被他们带回去,那结果是真得能黑变白,白变黑了。 看看,这下子这年轻人要遭殃了吧? 边上的人,无不有这个共识。 那王伯鼓起来的勇气,在这一刻顿时一夕而光,立刻白了脸色,连着倒退了几步。 陈有名也怕了,可身后就是他的家,老婆孩子在里面, 他也没退路,虽然白了脸色,却想找家伙拼了。 然而,看到这边涌出这么多人来,房子里的锦衣卫便衣也纷纷拥了出来。 不过此时的他们,一个个都佩戴了袖春刀,其中一人,更是从手中掏出一块腰牌,往前一举,抱贺一声道。 锦衣卫在此,谁敢放肆。 这一声大贺,顿时让蜂拥而上的那些名状,就犹如撞到了墙壁一样,立刻止住,不敢往前冲。 他们全都一脸诧异地看着那腰牌,一时不知所措,愣在了那里。 机灵点的几个,则立刻转头去看陈东海,看他怎么说。 而王伯和陈有名等人在惊讶之后,一脸地狂喜。 他们再怎么想,也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公子竟然是锦衣卫的人。 这下好了,有救了。 而陈东海听了,先是一愣,随后才是恍然大悟。 这年轻人这么嚣张,原来是锦衣卫的人。 看他随身带着的人数,难道是锦衣卫小齐,或者是总齐? 他脑中急转,对方是锦衣卫。 对,看他们的样子,这个事情是管定了。 如果被他们彻查的话,不要说以后再难发财,就是自己这边很多人的性命都恐怕要不保。 这么一想,他暗地一咬牙,当即大声喝道。 别听他乱说,谁知道他这腰牌是真是假。 有本事,先拿过来咽下。 对啊,哪有那么凑巧的事情,这些人刚好是锦衣卫来的。 一般来说,肠卫在北方多,南方少,轻易乃能见到的。 搞不好是这些人看到无法脱身,就想假冒脱身呢。 要不,官服呢? 为什么没有官服?没道理啊。 这么想着,他们便盯着那拿腰牌的人,就看他给不给腰牌验了。 如果不敢的话,那就是心虚,一个假冒锦衣卫的罪名,能十足十地扣上去了。 谁知,那锦衣卫校尉压根就没变任何脸色,直接把腰牌丢了过去喝道,拿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 其实,就他们这些人,又不是官服中人,怎么可能知道腰牌真假? 陈东海拿到手中后,翻看了一下,其实他也不确定。 不过这没关系,就听到他一声断鹤道,这腰牌一看就是假的,不要和他们多话了,先拿下。 老夫还要网上禀告,竟然还有人敢假冒锦衣卫? 崇祯皇帝听到,不由得再次认识了江南这边的牛气。 万历年间的时候,就敢打死皇帝派来收税的宦官,以前钱富贵他家,也敢把东厂帆子做掉。 眼下这难寻镇的约长,敢动锦衣卫的人,也就不奇怪了。 第880章,目的绝对不简单。 陈东海喊完之后,他的那些手下,都还有点犹豫。 虽然约长说了是假的,可对方的神态,看着,似乎就不是假冒的。 要真是假冒的,还敢让咽腰牌吗? 陈东海一见大怒,再次立合道,腰牌做假很容易,官服呢? 他们没官服,懂吗? 一群蠢货,还不快点拿下。 他这话也有理,他的亲信本家子弟听了后,便不再犹豫,立刻抄着棍棒,大喊着壮胆,往前冲了过去。 其他人一见,就也都跟上去了。 在崇祯皇帝边上的流星座,和方正化一见,对方是这边的两边还多,就怕不小心漏人惊了皇帝,就不管皇帝本人意愿,连忙护着他退到了门里。 陈有明和王博等人见了,也连忙退了回去。 那些锦衣卫便一跟着缩了回来,拿刀的那些守住了门口,要是这些刁民冲过来,门口狭小,完全可以挡得住。 一进门之后,流星座立刻向崇祯皇帝禀告道:"老爷,小人马上发信号。 陈有明一听,不由得有点意外?难道还有其他人?不过这个问题很快被他抛到脑后。 他的脑子中,现在就只有一个念头。这位公子,他们到底,是不是锦衣卫的人?" 他就站边上,上看看,下看看,左看看,又看看,感觉这位年轻公子怎么都不像传说中的锦衣卫。 要是说他那些家丁相,倒还说得过去。这么想着,他就又糊涂了。这公子,到底是什么人? 而崇祯皇帝听了流星座的话,却是不慌不忙地摇摇头道:"先不急,且先等等再说。 二十来名锦衣卫精锐,就对付一些乡间恶霸而已。不说挡一个时辰了,半个时辰总可以吧,完全不用急的。 方正话一听,他也是焦急,就想跟着劝劝,却见崇祯皇帝伸手一拦道,看着外面情况,有情况,就把把断腿地提到门口。方正话一听,这倒也是个争取时间的办法,便不再劝皇上,领旨去办了。 门口边,抄着棍棒冲过来的这些年轻厚生,看到这边拿着明晃晃的刀,守住了狭小的门口,一时之间,所有人都收住了脚步。 他们这些人,欺负那些弱小,个个都是好手,可要是去厮杀,就忍不住想。要是自己挨上一刀怎么办,太危险了,不如让别人掀上。 陈东海在后面看到门口那僵持住了,他眼珠子一转,便大声喊道:"来啊,把宅子给围住了, 不要把这些假冒锦衣卫的人放走。其他人都散了,一会打起来被殃及到就不好了,散了散了。 听到他的喊话,他的那些手下便一边奋出人手围住宅子,一边去驱赶围观的人群。一时之间,现场很是有点混乱。 而陈东海自己,则转身就走他一边走,一边吩咐跟在身边的人道:"快去请王氏族长王东磊,金行,广行,以及其他几位崖行的大长跪过来,就说十万火急之事,事关大家钱财性命,不能有任何拖延。 他的身边人听了,纷纷答应一声,匆忙四散去。在陈东海返回自己宅子没多久,他派人去请的那些人,就都陆续到了。 哟,我说陈老头,有什么事情这么一惊一乍的?这都正要吃午饭的时候,你还让不让人吃饭了?一个和陈东海差不多年纪的老头,脸上带着一丝幸灾乐祸之色,一边走进大堂一边说道。陈东海一听,没好气地说道:"老夫就不信你这死老头,没听到什么事情。这次事情严重了,我们都得好好合计一下。你说那些外乡人吗?跟我有什么关系?" 王东磊自己找了个座位坐了,一边回答道:"他和陈东海明里暗里的斗,不趁机占下便宜,就不是王室组长了。陈东海一听,眼睛死盯着他道:"我告诉你,我家做的这些事情,你家也有在做。只是今天运气差,刚好让我家碰到了。要是他们真是锦衣卫的话。你觉得,你们王家能逃的了?怎么?不是说是假冒的吗?" 王东磊听了,皱着眉头反问道:"陈东海正想说话时,又有其他人道了。他连忙出营。那些大掌柜都是代表着背后的人,不像王东磊这个死对头,可以不理他。 没过多久,人就很快骑了当下。陈东海抱拳对在座的这些人说道:"各位,今天的麻烦是,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虽然我不知道锦衣卫腰牌的真假,但我估计,十之八九可以肯定,这些人是锦衣卫的人不会有错。听到这话,所有人的脸色都严肃了起来。 其中那名金行的大掌柜更是站起来说他曾见过锦衣卫腰牌,或者可以移变真卫。陈东海一听,连忙递上:"要是真能核实这腰牌是假的话,那就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没什么难处。他能管教那伙人生不如死,后悔这辈子来难寻阵了。 可是,他失望了,就见金行大掌柜皱着眉头,把接到手中的锦衣卫腰牌翻来覆去地看了之后,稍微犹豫地说道:"看着,好像是真的。虽然他好像不大确定,可此时在座的这些人都已经可以确定,那些人肯定是锦衣卫的人了。 得到这个结论,所有人都严峻了脸,神色有点沉重。甚至有人还露出一丝想走的意思,不想惹麻烦上身。 陈东海一见,马上立声说道:"诸位,假如这些人真是锦衣卫的人,那他们为什么便一来我们南巡镇,是想来查什么?这个时候,可是胡思刚要上市买卖的时候,他们一来就管上这闲事,目的何在?你们又想过了没有?" 说到这里,看到在座的这些人都看向自己,陈东海便深吸了一口气又道:"诸位,那些事情都是我们大家有默契的,得来的胡思利润。 也是我们几家分的不说,这每年将近十万的银子。如果只是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这钱没了买的平安,我陈某人也认了。可你们想过没有?" 他眼睛扫视着在座的每个人,而后又提高了嗓门说道:"这些锦衣卫,一来就断了我的双腿。如此心狠手辣,他们会只是替那些低贱的残农打抱不平而已吗?" 我敢断定。他们来我们南巡镇的目的,绝对不简单。 第881章 定计 其实,从残农那边巧取豪夺来的胡思成本极其低廉,每年有额外的将近十万两银子的收入,不可谓不多了。龙青一年开海的税收,也才两万两银子而已,由此可见一斑。 陈东海是为了强调自己说话的分量,才那么说,真要他舍了那么多银子,他绝对会心甘疼,要他老命。这么一说后,果然有了他期待中的反应。 只见在座这些人,个个坐不住了,哪怕他的对头王东磊也是一样。 就见王东磊有点担心地问道,他们来我们南巡镇,是什么目的? 金行的大掌柜听了后,似乎想起了什么,虽然也看着陈东海,可明显脸上更为担忧。 陈东海看着他们,声音低了点,语气却更坚决地说道,朝廷已经下旨开海,而胡思是最为重要的出海货物。 这是其一,其二,朝堂上那糟温的,一心拍皇上马屁。据说他在去年的时候,在朝堂上慷慨陈词,说我们大明的税太少了,要学前朝收伤税。 说到这里,他向金行大掌柜等几个人一拱手道,诸位消息灵通,该是知道我这话不假吧。 从金师和南京等政治中心过来的几个大掌柜听了,都一脸严峻地点点头。 我敢断定,这些锦衣卫便衣来我们南巡镇,估计就是看中了胡思这块肥肉,想学前朝收税。 如此一来,我们还有何转头?今年可至少有一千多万两的交易额,你们就肯把这块肥肉让出去吗? 这话一说出口,顿时大唐内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低头想着事情,一个个脸色都很是难看。 南方人不是不关注北方,对于朝廷的动态,他们这些有心人自然都会了解。 至于北方打仗什么的,他们就没兴趣了。 他们的兴趣,只是赚钱,以及和赚钱有关的朝局变动而已。 结合这一年多来朝局变化,不得不说,陈东海这番话,说得很势在理。 想着每家要损失无数的钱,顿时,王东磊就先坐不住了。 他看着陈东海问道:"你个老狐狸,你有什么办法?他们可是锦衣卫啊。 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对头没有主意,低头问自己意思,陈东海却没有一点得意。 他扫视着其他几位,似乎带了一点恶狠狠的意味说道:"办法自然是有的,就看我们大家是不是愿意齐心协力了。 什么办法?快说!"王东磊一听,立刻追问道,甚至自己站了起来都不知道。 那几个大掌柜却似乎明白陈东海的办法是什么。 他们并没有王东磊这么激动,而是紧皱着眉头在想着。 肉就那么多,还是还有外人插进来,还是个来头大到天上去的插进来,我们还能吃到点什么?肉汤。 陈东海看着王东磊,眼角却在瞄着那些大掌柜说道:"不如我们都各自快买来, 把这里的情况说下,让他们决断,看是否要闹他一场。 闹他一场?王东磊听了一愣,随即回过神来,有点不确定地问道:"一如苏州民变? 当年苏州民变的时候,他们这些附近的人,其实都有去参与。 人多是重的,也就法不择重。 最终那些宫里的人,杀了也就杀了,收税的事情也不了了之。 只是给些银子,推出了几个替死鬼,给朝廷有个交代,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相比较而言的话,这个时候的负担更轻一点。 毕竟已经有潜力可循,而且那个时候可是冲击官崖,而如今只是南巡镇的民宅而已。 对方还身着便衣,就当假冒地打死。 亮朝廷和皇上也都无话可说。 要台阶下也可以,事情完了之后,给钱推出几个替死鬼好了。 陈东海冲老对手点点头,又带着诱惑之色诱导道。 就看诸位的意思了,到底是任凭锦衣卫接这次的事情进行彻查, 揪出我们这些幕后的人,甚至是我们背后的那些。 而后钱财两失呢? 还是咬咬牙,花点钱到场明辨出来,逼朝廷和皇上就范,斩断伸过来的手。 按他这么说,在座的这些人,其实没有得选。 因为这两个答案,对他们的好坏,实在是太明显了。 广行大掌柜,首先点头道。 我看成。 金行大掌柜听了,也是点点头道。 可以。 另外,还可以在花些钱,让那些文人多写些文章散播。 就说,锦衣卫仗着天子爪牙,横行霸道,大有天启之祸之事。 对。 那个什么附射的头,叫什么来的? 好像叫张普的是不是,他不是写过一个《五人墓碑记》吗? 还因此出了名。 男进来的大掌柜拍着脑袋,想了起来说道,他的文采一流。 如今因为组织了附设,交流广阔,不如也给些钱财资助他们。 让他也为我们这次的事情,再写一篇如何。 对于这个,陈东海是不懂的,他也没听过。 不过,既然应天府来的大掌柜都这么说了,肯定是错不了的。 当即连连点头,不就花点钱吗?值得。 有那些文人参与,那笔杆子冻下,威力大着呢。 管教那些锦衣卫有口难辨,死了,还得背一身污名。 搞不好还会连累皇帝降罪他们的家人。 几个人又商量了会,便立刻派出快马。 把这边的情况,和他们的应对之策上报。 同时,他们也立刻开始着手准备了。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背后的那些人,肯定会同意他们的做法。 这是操办起来,就得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否则人多口杂。 万一被朝廷反应过来,就很可能会出意外。 他们却不知道,最大的变数,其实就在他们围着的宅子里。 就在他们一边请文人,一边发动各自的族人,还有去请外地的地痞流氓。 无赖混子一起参与闹事的时候,宅子里的崇祯皇帝,就有点纳闷了。 他问跟在身边的方正化道,外面怎么这么安静,就没有下一步动作了。 方正化也有点纳闷,不可能雷声大雨点小。 这事就这样了吧。 或者是去告官,说自己这些人假冒警衣卫,等着官府派人来抓。 想到这个,他不由得冷笑。 要真那样,就搞笑了。 第882章,微服出巡一次也值了。 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虽然有听到一点外面的喧哗声,却没有什么攻打宅子的意思。 这让崇祯皇帝不由得纳闷,明明这火已经烧起来了,怎么还没动静呢? 他的这个疑惑,在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就有了答案。 不知何时,一名外面的锦衣卫便依翻墙而入,由流星座领着,来到崇祯皇帝面前禀告道, 老爷,那些贼人欲效仿万例就是,煽动明辨。 崇祯皇帝听明白了外面发生的那些事后,恍然大悟,原来一直没有动静,确实是在搞事。 边上的田贵妃就不解了,她转头看向崇祯皇帝问道,老爷,这些贼子的胆子还真是大,竟然想谋害锦衣卫。 就算被他们得逞了,难道他们就不怕朝廷再派锦衣卫过来吗?崇祯皇帝一听,转头看了眼流星座,见他荣辱不惊地站那听着,便笑笑对田贵妃说道,你别漏了,他们还要鼓动文人栽赃陷害,把屎盘子都扣锦衣卫头上。 你想一下,外派锦衣卫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以致民便发生。这样大的事情,在在有心人的推动下,要是我还是以前的那个我,只是在家里,听着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你觉得,我会对锦衣卫怎么处理,继续派出锦衣卫,还是禁足了锦衣卫? 这个事情,其实在崇祯皇帝刚登基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东陵党得势,便在崇祯皇帝耳边吹风,说天启年间的场位如何如何,又加上那个,朱友姐没见过世面,没有历练过,就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 因此,在等级不久之后,就下了一道旨意,禁足场位,无旨意不得出门,就等同于废了场位。 只是崇祯皇帝的灵魂来自后世后,就重新立刻,启用了场位,把东陵党人找了各种借口,提出朝堂,提拔温体人当然首辅,并由他组建那个等等。 田贵妃听了崇祯皇帝的解释,转头看看刘星座,见他眉宇间隐含一丝愤怒,便知道皇帝所说,乃是真的这么一想,他不由得对崇祯皇帝赞道,亏了老爷出来这一趟,否则只是在家的话,还真由得了他们怎么说了。 哼哼,又是一个五人墓碑记,而已。 崇祯皇帝笑了,他是真开心,事情被他们得逞了一次,就又来这一招。 果然是崇师顾忌,乃是人之常情,并没有让我失望。 说到这里,他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丝威严下指道,既然这样,传指下去,等他们动手之时,就发信号,把所有人都给拿下。 任何胆敢反抗者,格杀勿论。 有这么一个事情出现,这次威福出寻一次,也是值了。 就算暴露了身份,也没有关系了。 听到崇祯皇帝话语间的杀伐之气,刘星座立刻精神了起来,当即领命前去布置了。 第二天午间时分,在陈东海家大堂,为首的这些人聚在这里,差不多都收到了快马加急赶回来的信使。 他们背后,几个重要的人物,都同意了他们的法子。 敢打断我儿子的腿,现在看我怎么把你们的腿先打断。 陈东海心中想着,便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向各自的随从下达了命令。 这个事情已早不宜迟,立刻便开始动手。 于是,三千多人开始往镇子一角汇集,那些文人早已准备好的稿子也发了下去,到处张贴,又请人去演讲鼓动。 陈东海和王东磊等人在众人的簇拥下,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陈永明家而去。 走在路上,王东磊不无遗憾地说道, 你们说的那个张谱来不及赶过来,要不然的话,效果肯定更好。 不用,他那边不急。 金行大掌柜笑着说道,他的文采斐然,是写了在文人中传阅,也是要给朝廷,给皇上看的。 普通粗俗之人,眼下已经够用。 王东磊等人听了,无不相视而笑。 他们这一行人,并不去陈永明家门口。 而是离得比较远的一处九楼二楼。 视线刚好能看到陈永明家这边情况。 一行人就坐在窗前,摆上韭菜,看看那边的人到得差不多了。 陈东海主持,吩咐下去道,让他们开始吧。 宅子外面的人突然之间增多,且群情汹汹,喧哗喝闹声,不时传到宅子里。 这让躲了一天的残农们,很是不安。 王伯也是忍不住,便要求见那位公子。 刚好陈永明也求见,崇祯皇帝就一起见了他们。 这位公子,多谢你们的好意。 王伯诚心诚意地说道,现在外面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要不这样,我们出去求个情,那些胡思都不要了。 送给他们,这事就算过了,也不会再连累公子。 陈永明也是一脸担心地说道,公子,我家宅子西边田间,围着的人比较少,要不,赶紧走吧。 看他们那样子,就算公子真是锦衣卫的大人们,怕也吓不住他们,估计很快会打进门来了。 崇祯皇帝听了,微笑着说道,无妨,我早有布置,就等着他们动手,不管他们多少人,都能拿下。 一听这话,陈永明和王伯互相看看,都是一脸无语。 外面可是有几千人,这位公子吹牛,还真是不打草稿。 他们俩还想说什么,崇祯皇帝一挥手道,把他们都带去安全的地方,先躲好了。 老爷,外面差不多了,你也该避一避了。 刘星座刚好大步走进来,听到崇祯皇帝的说话,便抱拳建议道。 崇祯皇帝听了,知道他们肯定担心自己,便点点头,不给他们添麻烦,也去了礼物安全一点的地方。 这时候,外面喧哗的声音更大了,隐隐地都能听到那些声音。 乡亲们,这些人假冒锦衣卫,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们和他们拼了。 对,乡亲们,这些凶徒出手狠毒,看看陈公子,双腿被他们打断了,还丢在门口。 我们要是不反抗,以后也是这个下场,不要犹豫,和他们拼了。 在这些喧哗声中,有人领头,拿着棍棒,向陈友明家发起了冲击。 也是在此时,一道烟在陈友明家院子中间升起,升得很高很高。 第883章,终于见识了。 锦衣卫指挥使刘星座大步入内,向端坐在那里喝着茶,和田贵妃低声聊天的崇祯皇帝禀告道,陛下,狼言已起,锦衣卫铁骑转顺便治。 狼言起,锦衣卫铁骑至,事情闹大之后,崇祯皇帝的身份,就无需隐瞒,能加重这事的严重性。 因此,刘星座就直接恢复原本的称呼了。 这个房子里,是陈友明家相对最安全的地方。 因此,不但崇祯皇帝和田贵妃在这里,陈友明一家也在,残农中年纪大一些的王伯也在,其他残农如王小五,他们则在外面院子里。 此时在屋里的这些人,一听刘星座的话,顿时愣住了。 陛下?什么意思啊?不是一直称呼老爷的吗? 还有,什么锦衣卫铁骑?什么意思啊? 他们没有听错,可他们就算再聪明,也绝对想不到,身居宫中的大明皇帝会微服私访到这么远的南巡镇来。 因此,他们明明听清楚了,却硬是没有想到皇帝的身上。 在他们有点发傻的眼神中,就见崇祯皇帝脸上保持平淡之色,点头说道,正已知悉,刘星自去忙吧。 记住,那些主事的人,不能让他们逃了。 遵旨。 刘星座抱拳领旨,而后大步而出。 听到这后面的话,房子里的这些人,当然,除了两个小孩之外,再怎么没想到,也意识到一个事情。 难道这位年轻人是大明皇帝? 要不然的话,不可能刚才那人称呼他陛下,他又支撑镇,还叫对方刘青吧。 再加上刚才听到的锦衣卫铁骑,要捉拿主事之人等等信息慢慢的,这些屋子里的人,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过了好一会,和崇祯皇帝最为熟悉的陈永明,才戚戚爱爱的,没有底气地问道, 公,公子,您,您是我们大明,大明皇帝? 其他人听到,没有一点在意他话语中的结巴,只是拿眼睛盯着这位年轻公子,想要寻求确切的答案。 在皇帝身侧服侍的方正化,瞧了下崇祯皇帝的脸色,见他点头,便上前一步,第一次在人前开口道,皇上贵妃在此。 而等还不快快见礼,尖细的嗓子,没有胡子的脸,阴柔的神态,在此时此刻的背景下,无不向他们表明,这位是宦官,由此也可以确认,他说的话是真的,也及他们所想到的是真的。 屋内的人顿时又是激动,又是有点不知所措,在愣了好一会后,王伯当先跪下磕头伏地,激动地大声喊道,草明王明,拜见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他这么一示范,陈有明夫妇如梦方醒,连忙拉着自己的孩子,跟着跪下磕头说道,草明陈有明一家,叩见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崇祯皇帝看到他们的身子都在微微发抖,心中却也明白,皇帝这个身份,在这个时代的百姓中,是有多大。 他们估计一辈子都想不到,自己能在有生之年见到皇帝,如果自己处于他们的身份位置,估计也会激动吧? 都平身吧。 崇祯皇帝微笑着伸手示意道,朕说过,你们都不会有事,如今信了吧。 边上的田贵妃伸手眼嘴笑看着,屋子里的这些人激动地连连点头。 而在外面远处的楼上,陈东海他们也看到了有烟从陈有明家升起。 他不由得很是诧异,放下酒杯看着那边问道,怎么回事,该不会是绝望的自己坟屋寻死了吧? 被那么多人冲进去的话,受罪肯定不守,就算打不死,打得半残也是绝对能想到的事情。 可就算这样,也不应该先烧死自己吧?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楼以上且偷生,更何况是人呢? 王东雷也看见了,他也同样想不明白道,他们有二十多个好手,好歹先打上一打,垂死挣扎一番,再寻短剑吧。 说到这里,他忽然指着陈有明家说道,咦,门口那几个人不拿你儿子要挟了,拎进去关了门,该不会是把你儿子一起烧死吧? 哈哈,陈东海听的脸色铁青,就算他儿子多,可那好歹也是他儿子。 之前被断了腿,为了大局计,他一直忍着,假装对这个儿子不关心,以减轻他们拿他儿子要挟的分量。 可此时见到儿子被拖进去,他刚才很好的心情,顿时就没了。 不止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就连那些冲击陈有明家的刁民,也是如此。 看到里面突然冒烟,都不由地停了下来,瞅瞅情况,哈哈大笑,而后才又轮着棍棒冲上去。 倒是金行大掌柜,闻声仔细看了看后,就有点纳闷地说道,这烟的位置,似乎不对吧,并不是从房中烧起来的。 而且我怎么看着,似乎有点像北方边地军中常用的狼烟呢。 什么狼烟? 作为南方人的王东磊,听得有点意外,转头看向金行大掌柜问道。 金行大掌柜一听,便指着那道烟解释道,看到没有,这烟浓不浓? 虽有威风,可这烟却是扶摇直上,很远就能看到这里冒烟,这就是军中狼烟,用来传递消息,速度快捷无比。 听他这么一说,其他人再去看那道烟的时候,发现果然如此。 可这么一来,他们就更闹不明白了。 其中陈东海疑惑地说道,按你这么说,他们这就不是自焚了。 难道是,是传递消息,要召唤同伴? 一得出这个结论,想起里面人的身份,顿时,他的脸色就变了。 其他人的脸色,也很是不好看了。 不过王东磊则是恶狠狠地说道,召唤同伴又如何? 我们这里可至少是三千多人,就算再来十几二十个,那又如何? 一样,把他们弄死得了。 确实,他们这个计划,打死一个也好,打死十个,二十个也罢,都是打死,并无多少区别。 他们正经一不定地想着,还是惊行大掌柜师生说道,什么声音? 我怎么听着,好像有骑兵来了。 说完之后,他甚至不顾形象,几步抢到窗口边,把陈东海挤到了一边,身头从窗户这边向外查看了起来。 南方虽然也有马,可却很少有骑军。 这些乡镇的人,哪怕他们,是有钱有势的乡绅,也是很少见过骑军。 因此,听到这话,他们非常诧异,纷纷挤到窗口探头时,就如愿以偿,看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一只骑军。 第884章 接在此 只见镇外观到远处,一行武骑,各个高头大马,骑士全部统一服饰,远看是黑色。 从带起的烟尘看,怕是有几百骑,远远的看不到头。 江南人何曾看到过这么多骑兵,那迎面扑来的骑军威势,哪怕是正规步军,都会为之胆怯。 更何况是这些江南地带的乡绅而已。 陈东海一脸土色,带着疑惑说道,江南怎么会有骑军? 真是怪事了。 这,这不可能是锦衣卫一伙的吧? 边上的王东磊连连点头,或者是安慰以前的老对手,又或者是安慰他自己道。 肯定的,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多锦衣卫一起出动的。 他们肯定不是锦衣卫。 广行大掌柜却没有一点安心之意,他带着惶恐之色道,这只骑军总不可能是我们的人吧? 就算是地方上的骑军,既然来了,那我们也麻烦大了。 以前闹明辩的时候,就比如说,近在咫尺的苏州明辩,之所以会成功,是官府中有人,地方官吏拒绝出兵镇压明辩,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收税太监被暴民打死而后等事情都闹完了, 才抓了几个所谓为首的人,名正典型,算是给朝廷一个交代而已。 这一次,他们的背后那些人,既然同意了他们的方案,自然也会和以前那样,召会相关人等,不可能刚开始闹事的时候,就派出了军队,还是骑军前来的。 要不,要不是就当那些人,是假冒锦衣卫处理,王东磊的话还没说完,一直盯着,那只骑军的金型大掌柜,忽然一屁股跌倒在地,顺带着他身边的广型大掌柜, 也被他给带到了地上。碰到的桌椅,又带着桌子上的菜肴酒杯丢了下来,不但噼里啪啦地掉了一地,甚至有些韭菜都临到了广行大掌柜的头上。 这么大的动静,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广行大掌柜连忙用手去拍自己的头发,同时很是生气地看向金型大掌柜,愤怒地说道, 你搞什么?怎么如此惊慌失措?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说不下去了。 因为他看到金行大掌柜面如死灰,精气神似乎一下被抽走,只剩了一个屈翘一半。 胯下更是湿了一片,还能看到有水字在蔓延。 而且,他们还听到金行大掌柜在喃喃自语道,错不了,错不了,黑色飞鱼服,全是黑色飞鱼服,来的都是锦衣卫,都是锦衣卫啊。 一听这话,陈东海等人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探头出去查看。 这时候,那只骑军已经离得更近了。 身在高处的他们,已经能比较清晰地看清那只骑军了。 果然如金行大掌柜所言,或者说是得了金行大掌柜的提醒。 这一次,他们一看就看出了那只骑军,竟然全是身穿黑色飞鱼服的锦衣卫。 这一下,就不止金行大掌柜一个人吓得跌倒尿裤子了。 这高档酒楼的二楼,韭菜香气中混上了屎尿尾。 在陈友明家门口,此时那些冲击的暴民也不知道从那里抬了根锯木过来,七八个汉子抬着开始冲撞紧闭的大门。 其他人见了,都停在近处,拿着棍棒乐呵呵地看着撞门。 就一座民宅的大门而已,能有什么防御力? 只是撞了一下,发出一声巨响之后,就见那门已是摇摇欲坠。 只要再来一下,那门连同门后堵着的东西将全部撞掉。 在一次轰然叫好声中,抬锯木的那些壮汉就更起劲了。 齐心协力地后退,准备再用力撞一次。 于是,所有人都脸声摒弃,就期待着那一声撞击声再次响起。 这时候,他们中有不少人听到了隆隆的声音。 有的人以为是打雷,就抬头看天,可别说乌云了,连白云都看不见几片。 天气好的不能再好,哪来的雷声啊? 倒是靠阵外一侧,又站在外面的那些人感觉到了声音来处,就转身看去,却见不远处有一只高速奔跑的骑军,高举着反射太阳光芒的亮闪闪的刀。 斜雷霆之势,不可阻挡的冲锋威势,扑了过来任何人。 只要脑子还正常的人,在面对这一幕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己迎面站在这里的话,绝对食死无生。 于是,他们都压根来不及,管这只到底是什么骑军,发一声喊,不管其他,慌忙逃离关道。 而在此时,轰的一声响,巨木把陈永明家的门,撞了个稀巴烂。 门口那些暴民全都大喜,也不管什么打雷不打雷了, 呐喊着抄着棍棒冲进门去,和守在门后的锦衣卫便衣交上了手。 锦衣卫的本职,其实是一支军队,还是天子清军,其次才是干些真机审讯的工作。 随行护驾南下的五百锦衣卫,就是这支天子清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 门后守着的锦衣卫,虽然人少,可暴民因为地形的关系,也没法在数量上形成优势。 加上锦衣卫便衣是结阵厮杀,远非这些暴民平时接头打架,可比。 于是,这些暴民不但没能杀进去,反而被杀得连连败退,甚至被杀得退出了大门。 兄弟们,点子太厉害了,分些人手翻墙进去杀他娘的。 一名陈氏族人,在这门口领头的,看到情况不妙,仗着人多,大声发号施令。 可他马上感觉到,身后好像情况不对,转头一看,顿时呆住了。 只见他身后那么多的人,全都在四散而逃,似乎比遇到大虫还惊慌,甚至不少人被冲撞之下。 河道边上,犹如背下了饺子一般,全都被挤到了河里。 从他们空出来的空当中,他看到了一只骑军。 他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了威风无比的骑军,携泰山之威,冲到了境前。 只是两百多骑军杀到,还没交锋,三千多暴民,就一哄而散了。 这只骑军没管那些逃了的暴民,四散而开,护住了狼烟升起的宅子。 有一些人,则簇拥着刘欣坐上了九楼二楼。 这里已经有混在暴民中的锦衣卫便衣看守着。 一件流星座出现,一个个立刻行军礼,其中一人禀告道,指挥使大人,这次叛乱的贼手接在此处。 陈东海听到抬头一看,不由得恍然大悟。 难怪出现这么多锦衣卫,原来是锦衣卫指挥使被围在了里面。 第885章 好狠 刚想到这里,他忽然又愣住了。 不对啊,这个锦衣卫指挥使,好像不是宅子里面为首的那位啊。 为首的那个人,不就是一个年轻人吗? 这位中年的指挥使大人,看着更像是那位年轻公子的跟班。 一得出这个念头,陈东海顿时感觉自己,哪里搞错了? 就算是当朝首府,也没资格让锦衣卫指挥使当跟班吧。 当今世上,有着资格的,也只有紫禁城里的那一位。 忽然,陈东海犹如醍醐灌顶,一下想到,当今皇上不就是一个年轻人吗? 围在屋子里的那位为首的,恰恰就是一个年轻人,不正好对上了。 此时此刻,一想到自己参与并主持了谋害皇帝的事情, 陈东海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 刘星座扫射下会屎尿现场,只是眉头一皱而已。 狮山血海都看过,锦衣卫诏域里也见过,对此已是免疫了。 他抬头看向自己的手下问道,可有搜身? 属下还未来即搜身。 刘星座看着自己的手下,立刻吩咐道, 立刻撬出他们的背后主侍之人,要口供物证。 另外,也要搜他们住处,查他们账策。 是。 他的手下连忙答应一声,便开始忙碌了起来。 而刘星座则夺不到窗口处,抬头看出去, 外面还有不少暴民在四散而逃,不过更远处。 剩下的锦衣卫步军却也散步着, 正在缓缓逼近镇子这边抓捕遇到的所有人等。 而在其中某处一角,那边在拦截的人却是戴着高帽。 刘星座对此也非常熟悉, 只是一看,就认出他们是锦衣卫的竞争对手, 东厂的翻译了。 东厂的翻译当然不是他这个锦衣卫指挥室安排的, 应该是皇帝亲自下旨给东厂提督王承恩的。 如此一来, 这次的功劳也不只是锦衣卫所有了。 刘星座心中想着这些, 却也没多大在意。 毕竟这事还有可能会被人攻击, 说保护皇帝不利什么的, 场卫共当责任也就罢了。 与此同时, 在陈永明家, 他们这些普通人看到大队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 威风凛凛地进入, 在各处增添人手护卫, 便知道他们真得安全了要知道, 之前的撞门和喊杀声, 就算皇帝在他们身边都吓得他们以为这次危险了。 此时, 他们看着那些一丝不苟站岗着的锦衣卫, 全都咧开嘴笑了。 真是打死也没想到, 自己会遇到当今天子, 还一起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从此以后, 和尔孙被没事提提这个炫耀炫耀, 真是死也瞑目了。 其他乡里临人听了, 估计也会羡慕得妒忌死了吧。 不说他们在傻乐, 就说崇祯皇帝看到增援到了后, 就知道南巡镇已在控制中, 如今就等着刘星座回报了。 于是, 他便进入聊天群去看看, 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 果然, 就见首府温体人 和私立间掌印太监曹化纯 皆有私聊过来, 内容不少。 稍微查看了一番, 是之前让他们曹拟 有关限制奢华丰的奏章。 总体来说, 两边的方案差不多。 相对来说, 曹化纯给出的处罚会重一些, 比如, 穿着出行的礼制, 每多提升一档, 所缴纳银子的数目 至少是温体人这边的两倍有余。 如果是换了之前的话, 崇祯皇帝 或者会选温体人的这份草案, 不想太过重罚, 容易引起反弹。 但此时看到, 他毫不犹豫地, 就在内心定了曹化纯这份。 再看其他私聊, 他又发现, 不管是温体人, 还是曹化纯, 且有提醒, 说这些事情, 如果突然宣布, 并在全国范围进行实施的话, 他们担心会引起反弹, 会有比较强的阻力, 北方那边还好, 朝廷接连打了好几次胜仗, 官府的威严恢复了很多, 应该没有多大障碍。 但是在江南这边, 奢华之风最甚, 平时只有风花雪月, 北方的战士打了那么久, 也没见他们有过什么关心。 因此, 他们这两位内外相皆估计, 按朝廷目前的威信, 怕是难以一下执行到位。 他们两人, 都恳请皇上, 最好是择机在宣布。 崇祯皇帝看了, 不由得笑了。 看来南巡镇这次的布局, 还刚好就是个影子, 能解决温体人和曹华淳的担心了。 于是, 他便索性把温体人和曹华淳 都拉了个临时群道, 朕在这几日刚好遇到了个事, 且与清等说说。 朕微服到了南巡镇之后, 发现这边确实非常繁华, 年交易额都能上到千万银两的级别。 不过其中行罢横行, 还正被朕遇到了 航罢欺凌残农之事。 崇祯皇帝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简要地说了一遍, 说实话, 对于事情就按他心中所导演着走, 他还是有点得意的。 不过没等他说完事情 来最后说出他的结论, 就见曹华淳和温体人先后冒泡, 连续发了信息过来刷屏。 陛下可安好, 那些天杀的刁民, 竟然敢惊扰到陛下, 该死, 该死, 该死。 陛下, 速速调派周边为所军队护驾, 可千万不能有事了, 陛下, 奴婢恳请领玉玛兼人马, 南下护驾。 陛下, 速速回京, 老臣就担心会有不测之事, 果然, 看着这两个左膀右臂如此紧张自己, 崇祯皇帝就不怪他们打断了自己的话, 心中倒也欣慰, 当即说话道, 没事, 朕一切都好, 贵妃也没事, 这次的事情, 从头到尾都在朕的掌控之中, 朕真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发出这些信息后, 他不想再纠结他的安危问题, 立刻又说道, 轻等无需紧张,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朕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打算以此立威, 让江南这边能明白, 江南不是法外之地。 江南是大明的江南, 更是朕的江南。 谁若还敢闹事, 这南巡镇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榜样, 朕绝不会姑息, 更不会轻饶。 看到皇帝说的这些话, 温体人和曹化纯都是人精, 顿时就明白过来了。 江南那边, 向来有抗捐抗税抗震的风气, 以前为此多次闹过明辩, 更是打死了外派宦官, 江南上下, 无论官民, 皆不好管。 看来这次皇帝是以自己为诱饵, 让暴民冲撞御驾, 这样天大的事情, 就算江南官身再次联合起来反对闹事, 怕也是没用。 这一招, 好狠。 第886章, 不就是舆论战吗? 他们两人想的这个恨, 不是说皇帝对别人狠, 而是对他自己狠。 要是换了别的皇帝, 有一丝危险的苗头, 都恨不得立刻躲得远远的崇祯皇帝道好, 还把自己置于险地, 就是为了这样, 有足够的借口, 在江南大动干戈, 树立朝廷威严。 不过温体人和曹化纯在仔细想想, 又发现, 这好像对他们这位皇帝来说, 根本就是寻常之事。 不要说江南这边的乱民了, 就是当初剑鲁兵马锋芒正盛之时, 他都无所畏惧, 为了让剑鲁有大量伤亡, 早日退出荆棘之地, 他竟然遣开了各路秦王军, 以自己为诱饵, 吸引剑鲁去攻打京师, 以此来号剑鲁人命。 他们正在想着, 就看到崇祯皇帝又发了信息出来, 这南巡镇的步伐之事, 乃是镇亲眼所见。 地方豪强鼓动暴民攻击锦衣卫, 也更是镇亲眼所见。 如此种种, 形同造反, 镇看那些官身, 还有何话可说? 镇可不是以前的皇帝。 这一次, 他们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拿任何理由来弃蒙镇了。 听到这话, 温体人和曹化纯都明白, 崇祯皇帝是指万历时候的那些事情。 不过他们, 却没有崇祯皇帝那么乐观, 见皇帝这么说话, 深知那些官身德性的两人, 立刻出言奏道, 陛下, 既然锦衣卫腰牌都亮出来了, 他们都不为所动, 继续想杀人灭口, 肯定是已经有了周全布置, 不可不防啊。 陛下, 老陈以为, 后面开口的温体人, 还没说出什么话来, 就被崇祯皇帝打断了, 就见他强势插入依据道, 他们当然有, 无非是找那些笔杆子污蔑而已, 朕都在这了, 他们还怎么污蔑? 又不是只有几个锦衣卫在这里? 再者说了, 朕已经让锦衣卫刘青, 亲自去拿口供物证, 此事乃是板上钉钉之事, 不可能再有颠倒黑白之事。 温体人听了, 不由地摇摇头, 皇上还是年轻了一点。 他虽然是江南人士, 可贵为首府, 又是皇帝心腹, 屁股坐在皇帝这边的, 就出言点醒道, 陛下,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南巡镇以外的人, 怎么看待这事? 陛下在南巡镇的事, 虽然是陛下亲眼所见, 可外地的人并没有见到。 如若那些江南文人, 观身, 齐齐颠倒黑白呢? 笔杆子在他们手中, 他们怎么写都成, 私下传颂, 陛下所言之效果便会差了。 老臣说句不好听的, 搞不好还会让陛下背负了恶名。 见到温体人的这些话, 崇祯皇帝终于明白了, 真正的问题所在。 自古以来, 笔杆子掌握在文人手中, 他们怎么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如本朝的郑德皇帝, 甚至亲自上阵杀敌, 还亲手斩杀了蒙古达子。 那一战过后, 蒙古达子几十年不敢侵犯大明。 这么大的事情, 就因为郑德皇帝不为那些文官所洗, 史书上一笔带过, 轻描淡写, 就如同普通人放了个屁一样, 寻常就过去了。 最终郑德皇帝在后世的印象中, 就是个不正经的吴德皇帝而已。 想到这些, 崇祯皇帝不由的冷笑。 他算是明白了, 这次南巡镇的事情, 虽然他们无法再欺蒙自己。 哪怕刘星座拿到了证据, 可他们的笔杆子, 却依旧会乱写, 到时候颠倒黑白, 在江南一带传开了。 离南巡镇远一些的地方, 不了解事情真相的, 都会被他们蒙骗。 如此一来, 不但朝廷国策在江南推广, 很有可能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甚至自己, 都可能会落个暴君之类的名声。 呵呵, 不就是舆论战吗? 崇祯皇帝心中一声冷笑, 朕比你们多了几百年的历史, 可供参考。 后世的消息爆炸, 更是你们想都想不到。 既然这样, 朕就和你们再斗上一斗。 想到这里, 崇祯皇帝便断然说道, 此时朕已有决断, 轻等不必担忧。 就按朕说的去做, 私里见的那份奏章为基础在改改, 听朕旨意, 不日内宣告天下, 正式实施。 温体人和曹化纯看到都是一愣, 听皇帝的意思, 好像是其自有对策了。 可这样的事情, 历朝历代都不可能解决, 皇上能有什么对策? 虽然他们想不明白, 可迁于崇祯皇帝从崇祯二年底以来, 多有出人意料, 闻所未闻的事情搞出来。 他们两人就都将信将疑的齐声回应道, 老臣, 奴婢, 遵旨。 崇祯皇帝退出聊天群后, 稍微沉思了一会, 心中便有了计较。 便站了起来, 微笑着对田贵妃说道, 爱妃, 出去走走。 田贵妃在这民宅憋了一天, 确实有点闷, 因此听到崇祯皇帝这么一说, 反正外面全是锦衣卫控制着, 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便立刻欢喜地回应了。 出了房门, 就看到陈永明一家, 以及那些残农都在院子一角。 崇祯皇帝便笑着说道, 这两日让你们担心了。 这些人一见, 看着皇帝还是一如之前那样平易近人, 不由得感动地想下跪。 不用如此多礼, 朕要出去看看。 崇祯皇帝伸手一示意, 拦住他们, 而后对那些残农说道, 你们暂时还不能回家, 不过家里人肯定担心。 这样, 你们选一个人出来, 朕派锦衣卫, 护送你们回去报个平安。 锦衣卫护送自己回去报信? 这些残农一听, 脑中定格了一会这事后, 回过神来, 一个个都是狂喜。 这样回去, 那不知道有多威风啊。 顿时, 他们一个个都想抢着答应, 但他们都没王伯快, 就见王伯先说道, 陛下, 小人年纪大点, 回去报信比较稳妥一点。 崇祯皇帝倒不以为意, 点点头就算硬了, 倒让其他残农又是失望, 又是羡慕的。 陈有名, 你随朕出去走走。 崇祯皇帝接着又点了名, 他是本地人, 自然不能少了这个向导的。 陈有名自然不会不同意, 立刻答应一声, 往前一步准备出去。 他媳妇看着崇祯皇帝, 暗中一咬银牙, 不着痕迹地推了下他儿子。 爹, 我也要去。 他儿子立刻抱上他爹大腿, 一脸期待地说道。 他媳妇一见, 立刻低声说道, 乖, 快回来, 你爹有大事要做, 不要去打扰。 第887章, 也不是真心造反。 然而, 不巧的是, 他的小动作, 刚好被崇祯皇帝看到了。 他的心思, 也就一目了然。 崇祯皇帝倒也没生气, 天下父母心而已。 看到陈有名要训他儿子, 便微笑着说道, 朕过来一趟, 让你担惊受怕了不少时间。 这样吧, 朕知道有一个孩子, 和你家儿子差不多年龄, 不过朕很看好他, 一直在培养着。 如果你舍得你儿子, 不如让他们做伴去。 陈有名的媳妇听到, 先是脸色红了下, 知道自己的心思, 被皇帝看破了。 不过随之狂喜, 连忙看向他夫君, 却见陈有名傻在了那里, 使得他很是着急。 可他只是妇道人家, 能拿主意的只能是他丈夫而已。 陛下, 这合适吗? 陈有名傻傻地问道, 似乎有点欢喜呆了。 他媳妇一听, 有点想跳脚。 你个呆子, 还用问吗? 有一点要提醒你, 那孩子以后是征战沙场的, 应该是文武双全的那种。 崇祯皇帝微笑着说道, 正在问你一次, 就看你舍不舍得你儿子。 边上的方正话一听, 顿时知道皇上口中的那个孩子是谁了, 不由得暗暗记在心里。 陈有名一听, 想起一直以来被族人欺负, 他二话不说, 立刻拉着儿子跪下谢恩, 这让其他人看得很是羡慕。 最终, 陈有名儿子还是留在了他妈这边, 陈有名自己一个人陪着皇帝贵妃出门。 被砸烂的破门, 早已被锦衣卫清理干净, 出了门, 就见他家门口的这边街道上, 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高大的北方汉子, 身穿黑色飞鱼服, 手握绣春刀柄, 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 在河道的那一边, 则跪着密密麻麻的人, 四周有锦衣卫持刀看押。 不远处, 甚至还有一对锦衣卫骑在马上盯着。 崇祯皇帝信不走着, 此时的街道已经没有之前的繁华。 所有的店铺全都关了门。 街道上不是锦衣卫, 就是锦衣卫在押戒报名。 偶尔有一些东厂翻译也押着报名经过。 他们见到崇祯皇帝时, 无步行礼。 那些被押戒的报名, 听到那些场位的称呼时, 亦如陈东海一般, 吓得瘫倒在地。 要是事先知道, 大明皇帝在那宅子里, 打死都不敢去闹事。 不, 是打死都要护住宅子了。 街边的房子, 虽然都紧闭门窗, 可无一例外, 几乎所有的人都透过门缝, 窗户缝隙, 查看外面的动静。 南巡镇何时有过这样的事情, 竟然被平时难得一见的锦衣卫和东厂翻译给围住了抓人。 他们又是好奇, 又是担心的想八卦外面的事情。 其中一处窗户的后面, 在向外偷看的人正是之前的那个富商。 他当时逃回来后, 就非常好奇了。 不管如何, 他有点想不通, 为什么会有大批场位出现在这里。 这个阵仗实在太过吓人了。 看着看着, 他忽然眼睛一亮, 没想到竟然看到了之前管闲室的那个年轻人, 还有他身边的那个女人, 竟然又在街上轻松地溜达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 这是出现在这富商脑中的第一个问题。 当他看到那年轻人锁过之处, 场位无步行礼, 而那些近处的暴民似乎在听到说话后, 都被下滩时, 不由得更是意外。 他走南床没久了, 见识自然比一般人要多。 脑中一想, 不管是锦衣卫还是东厂翻译, 全都向这个年轻人郑重的行礼。 而且这一路上, 人数这么多, 就只有自家上官。 可没有人会身兼锦衣卫和东厂的药职, 唯一符合条件的, 就只有一个人。 想到这里, 富商立刻确认了眼前这年轻人的身份, 顿时吓得后退一步, 一下跌倒在地。 他边上同样在偷看的, 从人就纳闷了, 连忙问他们的老爷怎么了。 我们, 我们可能要没命了。 富商碑从心来, 眼泪哗啦啦地流了。 这年轻人是皇帝的话, 今天这事就等同造反, 这个镇子上的人, 很可能都会受到牵连, 造反, 谋害皇帝。 那是诸九族的大罪, 镇上估计所有人都要遭殃了。 皇帝高高在上, 对于这样的事情发生, 又怎么会在乎, 是否会冤枉什么人。 而街上的崇祯皇帝, 一边信步走着, 一边稍微有点皱着眉头, 不时看看街道两边的房子。 有一点, 他还拿捏不定。 他要立微不假, 对于参与暴动的那些人, 他绝对不会手软。 可如今这镇子上, 暴明肯定有不少逃入民宅中, 到底怎么甄别? 还真是一个问题, 要是让他屠了这个镇子, 一则这镇子黏入千万的胡思交易重镇, 一下屠灭了, 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二来, 毕竟是来自后世的灵魂, 他也没狠到那个地步。 他正在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 刘星座匆匆而至, 向崇祯皇帝奏道, 陛下, 末将以审讯已有结果。 说着, 他便递上几份纸张。 崇祯皇帝结果一看, 大概便明白了, 心中少了个纠结, 不由得也松了口气。 原来, 九楼二楼的那几个主事人, 他们没想过, 事情会失败, 以为有先例可循, 一切都在掌握中, 因此没有一点防备意识。 陈东海和王东磊身上, 甚至都还收着他们背后之人的回信, 另外几个大掌柜倒是没有。 不过他们的后台是何人, 也经不住审问, 也都已经交代了。 还有, 这次组织的那些报名, 他们都是要给钱的。 因此, 他们的身上, 就有为首一些人的名单。 而后流星座顺藤摸瓜, 又从那些人身上, 搜出了他们下面参与人的名单。 如此一来, 哪些人参与这次暴动的事情, 便一目了然了。 另外, 还有哪些文人, 已经给他们写了污蔑的文章, 哪些文人已经答应等等, 这些也都有记录。 原因无他, 这些事情, 全都要钱。 而这个钱, 是他们几家要一起出的, 这个账目, 作为生意人, 自然是要记清楚的。 其实, 从这些事情上看出来, 他们也没真心想造反。 要不然, 这样的东西, 又怎么可能这么容易被搜出来, 他们只是想按以前的先例一般, 颠倒黑白, 逼迫朝廷, 顺便把他们自己的危机解决掉。 只是没想到的是, 反而掉进了最为严重的危险中了。 崇祯皇帝看着手中的这份东西, 不由地笑了。 第888章, 这是个极力的章节数字。 崇祯皇帝把那些名册 册给了刘星座, 同时下指道, 派出提起, 按名锁拿人犯。 末将遵旨。 刘星座一听, 立刻抱拳领旨。 他知道, 皇帝还有吩咐, 便继续恭听。 果然, 崇祖皇帝稍微一沉吟之后, 便又吩咐到, 向四相巴林发出告示, 就说, 朕要公审行霸一事, 所有苦主, 皆可前来南巡正告欲壮。 这话一出口, 顿时所有人都听得一呆。 不是应该判谋反答案吗? 怎么就成了公审行霸了? 还有, 这公审行霸是什么意思? 还告欲壮? 一脑门子的江湖? 不过没人敢问。 倒是刘星座知道, 公审是什么意思? 毕竟明君在辽东, 河套等边地搞过这些, 似乎对于快速收拢人心, 很有好处。 但有一点, 他也想不明白, 皇上为什么不先追究谋逆大罪呢? 难道是不追究了? 这不可能吧? 同样带着一肚子的疑惑, 刘星座立刻下去执行圣旨了。 其实, 崇祯皇帝当然不会, 不追究谋逆大罪, 否则, 他就不用待在这里了。 只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凡事有个先后, 得按着顺序一步步来才行。 有了确实的名单, 崇祯皇帝也不用继续散心了。 他转身, 被陈有明道, 对于行霸之事, 你是了解的。 南巡镇上, 相信如同你一般, 被欺压的也不少。 你且去通知他们, 朕有事, 交给你们去做。 对于这份旨意, 陈有明虽然还是有点糊涂, 但也不妨按他遵旨去做。 等回到陈有明家, 那几个残农还在, 崇祯皇帝便又对他们吩咐道, 朕交给你们一个差事, 去周边乡镇告诉所有残农, 所有被南巡镇行霸欺压过得的人, 就说, 朕在三日之后, 会在这里公审行霸, 所有人都可以来告欲状。 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厚道, 朕已经让人去发告示, 不过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 你们去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想以后不受杭霸欺压, 能过好日子, 就趁着朕还在江南, 让朕知道。 否则, 如果胆小怕事的话, 就算朕把这些杭霸都处理了, 还会有新的杭霸冒出来欺压他们。 自己的未来, 就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对于皇帝的话, 这些残农不敢不听。 但最为关键的是, 皇帝的这番话, 很是有道理。 虽然他们不明白公审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不妨碍他们明白, 皇帝这是要亲自为他们做主。 想想看, 历朝历代以来, 哪有皇帝有这么亲民的? 能不怕麻烦, 搞这么大的事情, 鼓励百姓来告欲状? 如果硬是要说德话, 好像也只有开国太祖了。 当初太祖就发布过类似的圣旨, 如果百姓被官员欺负, 可以绑了上京告欲状, 当然, 这种旨意有没有可操作性是一回事, 至少有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看着残农激动的由锦衣卫护送四散离开, 崇祯皇帝又吩咐身边跟着的锦衣卫校尉说道, 去镇上或者去苏州城, 找有才名的戏曲, 评书大家过来, 人数不限, 但必须有才能。 遵旨。 一名锦衣卫立刻映下, 带着人离去。 崇祯皇帝心中是有人选的, 就是温体人的弟弟温育人, 只是很遗憾, 他目前远在京师, 赶不过来, 就只能就地取材, 多找上一些人, 编写剧本, 用于演戏, 评书, 甚至还要能写成诗歌, 词符等等, 只要自己过目可以的, 就让人传唱。 再加上皇帝公审这样的新鲜事, 对大明的百姓冲击肯定很大。 皇帝微服私访, 惩处恶霸这样的戏目, 比起包青天都要受百姓欢迎。 就不信了, 搞搞舆论战, 还搞不过那些尸身。 别以为, 朕只是一辈子带紫禁城的傻子。 下午的时候, 南巡镇这边这么大的动静, 不可避免地, 以最快的速度传开了。 于是, 周边卫所, 城池的官僚, 纷纷带着人往南巡镇赶来。 一直到黑夜, 还有络绎不绝的文官武将赶过来。 一时之间, 南巡镇变成了周边一带的焦点所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是成为了江南, 以至于成为了整个大明的焦点所在。 只是其他地方离南巡镇太远, 那边的人没法赶过来。 三天后, 南巡镇简直是人山人海, 地方卫所的军队在外围维持秩序, 里面则是五百多锦衣卫和两百多东厂翻译。 除去各地文官武将之外, 人数最多的自然是普通百姓了。 可以说, 这是从开国以来, 在江南这边最大的一场盛事了。 哪怕是以后, 怕也不会有这么大, 这么高级别的热闹可以看了。 在临时搭建的一座高台上, 玉座上空无一人, 但玉座两边已站着江南这边的文官武将, 一个个脸色很不好看。 在这高台下面稍微低一些的平台上, 跪着南巡镇被抓的那些刑罢头领, 包括断腿的陈友彤, 陈氏族长, 这一届的约长陈东海, 还有王氏族长王东磊等等。 平台前面的平地上, 则被官兵隔着的一堆堆的百姓。 人数太多, 集中在一个地方, 对于古代这个时候的后勤, 组织等能力, 是个巨大的考验。 崇祯皇帝也不想拖得太久, 因此, 三天时间一到, 就立刻如期开始, 且没有一点拖延的意思。 随着一声皇上驾到, 的奸细唱声, 崇祯皇帝终于不再穿便衣, 在锦衣卫的护卫下, 隆重登场。 吾皇万岁, 万岁万万岁。 无论官民, 全都贵营, 山呼海啸, 在南巡镇的上空回荡。 崇祯皇帝也不去做御座, 大步走到台前, 扫视着底下无数个人头, 双手虚伏道, 平身。 他不用大声, 其实再大声也没用, 人数太多, 站远了, 根本听到台上说话的, 不过这不是问题, 只有锦衣卫校尉当传声筒的。 在所有人都站起来后, 崇祯皇帝看着一个个低着头的脑袋, 陈生说道, 朕微服巡视江南, 身为江南百姓之勤勉而高兴。 但是, 朕也看到了一些, 让朕很不高兴的事情。 就如在这南巡镇, 碰到了地方恶霸豪强, 仗势欺压良善百姓。 朕知道, 绝对不止朕遇到的这一起事件。 今天, 朕在这里, 给朕的子民主持公道。 朕希望, 你们的勤勉, 不会被土豪猎身践踏。 有任何被他们欺压过的不平事, 皆可说出来, 朕给你们做主。 第889章, 天子守国门。 皇帝的这番话, 可谓反响不一。 对于台上的那些文官武将来说, 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他们的失职, 是在打他们的脸。 特别是那些富有管辖关系的那些, 更是, 不过有直接关系的, 都已经被场位所抓, 后面还有个谋逆大案压在那里, 谁也不敢在这时触怒皇帝。 否则要是被皇帝以为是同谋的话, 那是霍姬家人的重罪, 就算不死, 也绝不可能被启附的。 如此严重的后果, 让他们心中, 哪怕很不喜欢这样的场景, 也只好认了。 而对于台下的那些普通百姓来说, 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天大的盛世, 皇上心怀黎明, 一如俗话所说, 皇上是好皇上, 只是之前有底下的奸臣祸害, 如今皇上亲自为他们做主, 这样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是最激动人心, 不过的事情。 因此, 在崇祯皇帝当中再次说明了公审之意后, 系统原本就连续不断地提示声, 就犹如一下加快了无数倍, 就只能听到连续的叮叮叮的声音了。 崇祯皇帝看着聊天群左下角, 正在暴涨的成就值数字, 心中很是欢喜, 转身走回玉座坐下后, 陈有明从底下百姓中走出, 指着平台上跪着的陈有童大声说道, 这陈有童欺压草民, 请皇上为草民做主。 而后, 他又指着陈东海等人, 也把这些年来受到的排挤, 打压等不平事, 一一说出来。 声音很大, 与其很愤怒, 让别人能听到, 如果不是皇帝来了, 他们一家都要被这些土豪恶霸欺负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 崇祯皇帝自然不会再出来互动了, 只是在玉座上看着这边, 自有书办锦衣卫在记录。 说完之后, 王伯又出列, 指着那些人开始数落他们, 巧取豪夺胡思, 甚至还提及了陈年旧事, 包括打死了残农某某某等等。 而后是王小武他们, 刘星座他们这些跟随在崇祯皇帝身边的人, 一下就看出, 这些最开始控诉, 告玉状的人皆是之前被围在宅子里的那些。 而后在他们的带动下, 其他百姓也学着他们的样子, 纷纷跟着把这些年来遇到的欺压之事都轮番说了出来。 不得不说, 这些行霸能在南巡镇做了这么多年, 那些恶事做得不可谓不多。 因此, 告玉状人数之多, 简直超乎想象。 一个人上前说个两分钟, 一个多时辰过去了, 还不见有停止的迹象。 崇祯皇帝坐在玉座上倒没什么, 那些文官武将一动不动地站了这么长时间, 有一些就有点站不住了。 可皇上在盯着, 底下群情滔滔, 气氛热烈, 让他们也只有咬牙顶着。 底下的百姓说着说着, 终于有人不再满足于揭发平台上勘压着人的恶事, 而是控诉他们镇上的一些恶事, 人数还不少。 于是, 崇祯皇帝便再度离开玉座, 大步走到台前, 从书办那边拿过记录看了下, 而后便大声对底下的百姓说道, 只要是我大名百姓遭遇的不公, 镇都会处理, 还你们一个公道。 听到这话, 底下的百姓都欢声雷动, 哪里会没有欺压之事, 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 就越多被欺压盘剥。 皇帝公开承诺, 又怎么可能不让他们为之高兴? 不过崇祯皇帝等他们高兴过一会后, 却又说道, 等镇处理了南巡镇的事情后, 会派场位巡访, 责令地方官严加督办。 如若地方官有包庇之事, 皆可向场位申诉。 百姓们听到有点意外, 皇上不亲自向南巡镇这样处理了吗? 崇祯皇帝知道他们会想什么, 便又说道, 我们大明很多地方正在遭受冰灾, 旱灾等等, 那里的百姓缺吃少食, 甚至发生了一子而食的惨事, 还有辽东的百姓, 更是被剑颅所欺压, 做牛做马, 稍一不合意, 便是性命不保。 底下的百姓们, 这一次都静静地听着了。 他们忽然意识到, 原本自己觉得自己遭受不公, 已经很惨了。 没想到其他地方的百姓, 还有更惨的。 有了自己遭遇不公比较, 这让江南的百姓, 更是感同身受。 不由得分外同情北方那些, 正在遭受困难的百姓。 如果说, 以前他们感觉北方之事, 对他们来说非常遥远。 可此时, 皇上把他们两者都牵连了起来, 就让他们第一次感觉到, 他们其实是同为一个皇帝, 同是大明百姓。 也因此, 对于皇上所说, 没有时间留在这里, 继续为他们主持各地的不平事, 要返回京师去处理那些更重要的事情时, 全都毫无怨言。 江南百姓的勤勉, 朕很欣慰, 江南的富裕, 更是让朕高兴。 崇祯皇帝说着说着, 就偏移了话题, 可底下的老百姓, 却一直在认真听着。 但朕这次来江南, 也听到了一些不好的言辞, 说什么北人之事, 关南人何干。 朕倒是想知道, 如果没有北人的拼命抵御, 蛮夷南下, 这江南还是现在的江南吗? 历史早就有过, 蛮夷南下会给江南带来什么? 不过, 等也不用担忧, 只要朕有一口气在, 天子守国门, 蛮夷南下, 就先从朕的尸体上, 踏过崇祯皇帝大声说道, 天子守国门! 这个词第一次当众提了出来, 是皇帝用誓言的形式, 向如此多的百姓做了保证, 话语中的铿锵之意, 斩钉截铁。 这让原本就被公审大会鼓起来的百姓, 顿时再度热血沸腾起来。 去年一年, 北方将士用命, 已经打赢了好几次战士, 光复了辽东不少城池, 再不会有剑弩侵入京畿之地, 甚至南下的可能。 朕相信, 再有几年, 必能消灭剑弩。 可是, 打仗是要钱的, 重建北方, 让北方的百姓和你们一样。 能过上好日子, 也是要钱的。 朕不会多争一分科捐杂税, 如同聊想, 只要机会到了, 就会立刻废除。 但该有的赋税, 就一定会征收。 这个钱, 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朕希望, 朕的子民都能过上好日子。 崇祯皇帝之所以说这些, 是为了以后要大规模实施的税收政策, 打个提前量, 让江南这边的百姓, 能多一份理解, 少一分, 被别有用心之人鼓动的可能。 苦口婆心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便是立威的时候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与您的支持者。 感谢观看